2019新北市童話季系列活動開跑了 新北市政府在4月18號舉辦相關系列活動記者會 現場邀請國際知名沙畫家呈現更新政區的特色以及童話 另外還邀請國小樂團為現場來賓帶來精彩的視覺以及聽覺饗宴 我們的活動包含茶還有童話這些元素 所以幾乎把我們新北這個客家的一個多元元素都把它展現出來 我們也希望在這個活動裡面大家可以千人品嘗萬壘童話 四百萬人一起來幸福 全國客家童話季起源民國86年土城區舉辦的土城超山童話節 後來納入台北縣文化力活動引起全國各區陸續辦理 經過20年的推廣 目前已經成為新北市年度重要的文化觀光節慶之一 自節日起為期三星期八行政區土城石定瑞芳生坑三芝新店櫻閣樹林竭力登場 我們在5月4號三芝區公所特別舉辦了櫻花祭的活動 地點是在我們的三昇步道和我們的童話步道 歡迎各位好朋友在5月4號早上9點開始就可以到我們的童話步道 一起來賞童一起來參與我們各項的一些活動 新北副市長吳明基表示 客家童話季活動呈現新北市多元文化 更展現愛與包容的城市價值 活動也一同愛新北幸福同時茶為主題 連接各區低景旅遊特色 新北市政府也邀請民眾一起來品茶賞童話 悠閒在新北樂活漫遊 所以我們新聞版下報道